原因是因为大家老是说猪流感 猪流感引得大家说好像对这个养猪业 或者使得大家很担心 我应该不应该吃猪肉了 和以前说起来禽流感 大家对吃鸡啊吃禽类都会有一些担心 那既然和到底和这个猪有没有关系 和猪流感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一开始管它叫猪肉 对因为呢这个病毒呢一开始呢就是 因为在墨西哥首例报道 然后呢把这个病例呢送到实验室 然后呢很成功的把这个病毒给分离出来 分离出来的病毒的型号呢是H1N1 这个H1N1的这个首先的这个来源呢 是这个感染猪类的这个病毒流感病毒 但是呢这个病毒呢它发生了突变 它发生了突变以后呢 它现在这次呢它只感染人 在猪并没有感染 就是说没有找到就是对感染猪的这种一些证据 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个名字呢就改成是 甲型H1N1病毒就不是因为它不感染猪 就是说它来源于猪的这个病毒 好像是这样也是来源于猪流感的一种病毒 现在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感染 而禽流感 前些年流行的禽流感是人从禽身上感染了禽流感 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感染的这样的禽流感 大概在三年前在亚洲也曾经就是说流行过的这个禽流感 当时呢使很多专家 甚至使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担心和担忧 因为呢禽流感呢 这个病毒呢 是在禽内进行一些感染和传播的一些一个病毒 但是呢它突变了以后呢 它感染人 所以就是说人接触了这个有病的这个禽内之后呢 就会得到感染 感染完以后 但是很非常幸运的是呢 它这个病毒呢 在人之间并没有传染 没有传染 所以它这个传染呢 就是没有扩散开 所以只要把这个得病的这个禽内呢 控制好 这个感染源呢得到了很 就是说限制之后呢 这个感染呢就不会传播开 所以大概这个禽流感的这个病毒呢 它的这个毒性比较强 所以它的造成的死亡率比较高 超过50%以上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它就是说这个感染源 它不在人之间进行传播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控制 对相对比较好控制 所以就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比较就控制在亚洲 没有造成这种全世界的这种广泛 那现在这种A型的H1N1流感 就是所谓的猪流感 现在好像和禽流感相比较的话 它的这种致命性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强 比较弱 但是流行起来很快 对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流行传播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一说到流感 我们现在谈到了有禽流感 现在又说什么猪流感 流感啊 有人给它的定义就是流行的感冒 那这种禽流感和猪流感的区别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那这些禽流感 猪流感也好 和普通的流感有什么区别 普通的流感呢 一般是指比较散在的 一般这个流感病毒呢 它就是很容易发生突变 然后呢 在它就是说它每一年呢 都会有一些一些比较小的突变 然后呢 一般就是说这个身体 你感染了这个病毒 感冒病毒之后呢 你身体会对这个病毒呢 有一些免疫能力 免疫功能 所以你下一次再结束到这个病毒之后呢 你可能就不会得到感染 但是呢 这个病毒呢 发生一些突变 形成一些新的抗体 或者我们叫做虫配体之后呢 你这个病毒呢 对于你这个身体来说呢 就形成一个新的抗原 你就会有新的一些感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它发生一些小的一些变异 它和原来的这个 你感染的这个免疫 就是有一些交叉免疫的作用 所以你这个感染呢 可能很容易局限 有局限性 很容易被控制下来 就没有就是说 有大面积的这种传播开 但是这个流感呢 是指这个感染 就是这个流感病毒呢 它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异 然后原先的这个免疫呢 对它已经没有作用 所以它会在大面积 就是说很广泛的 进行一些传播和流行 所以就叫做流感 但是它们的症状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就和普通的感冒的症状 有时候也是一样的 对 那就说和普通的感冒 比如说 中国人常说的叫伤疯了 感冒了 不小心出去 着凉了这种感冒 和流感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 还是有区别 因为呢 比如说像在中国说的伤风 是 因为呢 往往呢 你身体比较就是说 健康的情况下呢 即使有比较少量的病毒呢 进入你身体呢 你也就是说 不会引起你一些感冒的症状 但是呢 比如说你着凉了 在着凉的情况下呢 你身体的免疫力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感冒的症状 比如说发烧啦 流鼻水啦 咳嗽啦 甚至就是说 如果你免疫能力更差一点 甚至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啊 甚至会造成肺炎 所以往往这个感冒 这个引起感冒死亡的 这个合并症呢 就是因为肺炎 嗯 你说到这是普通感冒 那么现在正好是春季 春季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过敏 这样的多发的一个季节 是因为花粉啊 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很多人都过敏 我本人也过敏 感觉着就是好像有这种感冒的 这种症状 对 那么现在这种春季啊 它既是过敏多发的 这样的一个季节 同时也是流感 可能比较会多发的 这样的一个季节 那么在这个春季的时候 爆发了这种所谓的 A型的H1 N1流感 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 这样的传播和气候条件 和季节 有多大的关系 还是因为现在交通发达了 比如说可能很多人 坐飞机两个小时 比如说特别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 这个边境非常的自由 边境线很长 就是人员来往比较多了 才造成这样的广泛的传播 对 就是这个感冒呢 它有受很多环境因素 和一些因素的影响 现在秋季呢 本来就是这个感冒多发季节 就根据你这个感冒的 这个病毒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一种病毒 如果是这个前几年 每年都重复这种感染的病毒呢 可能它就会散在的一些感染 然后呢只是在散在比较局限的一些传播 如果是这个病毒呢 是一个新病毒的话 它感染了人了以后呢 因为人对它没有免疫力 然后人和人之间呢 就互相传播 互相传染上就形成个流行 这种形成流行呢 我们就叫做流感 而且呢 它这个新的病毒呢 发生突变以后呢 它的这个毒性呢 也有所改变 这个毒性呢 到底是强的 强的呢还是弱的呢 所以就是说要根据当时的 这个分离出来 这个新病毒的情况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这次呢 就是说专家分析呢 对这个新变异的 这个新病毒的